循跡路線的應用 這個麥坤小車他可以沿著黑線走 全世界最大的購物網站 叫Amarold 貝斗斯他現在是全球首富 他們的倉庫都是用機器人在送貨 沿著路線走 那為什麼他可以沿著路線走呢 那首先麥坤小車 這邊有兩個感應的 叫做循跡感應的 當他兩個 Light左邊跟Right的右邊 沿著黑線走 那沿著什麼黑線呢 你看一下如果兩個感應器都在黑線的繼續直走 可是走到這裡呢 左邊的在白色 就要叫他往右邊轉 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那循跡應用用了很多 我們就先 理論我們就先不看 這邊有兩顆喔 來來來來 如果兩個點點感應器都在黑色下面 叫他前進 那可是呢 當他到轉彎的時候 轉彎轉到這裡來 或是這樣轉過來 有一個踩到白色的 好來看一下喔 當左邊 左邊 碰到白色的時候 叫右轉 右轉才會 往這邊偏嘛 對不對 這是右轉的積木 你看得懂 右轉的時候是左邊動作 右邊不動 那如果是右邊出去呢 叫左轉喔 往左邊嘛 左轉是誰動 右邊馬達 那如果兩個都在白線上面呢 我就讓他做後退 所以我們來去看一下 基本的原理你懂了 我們把命令開起來 你看一下 好回到這裡來 我們點 主業 匯入 選擇起來 把這個 循跡路線開起來喔 這個我寫得比較複雜一點 可是也比較精彩一點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來說明一下 首先啟動的時候 我先設定LED燈 接在第15POR 四個燈 這你懂了 對不對 然後呢 無線重複次喔 無線循環 RAMBO 1到27 攝像 你懂了 這樣四個燈會不一樣 重複四次 然後呢 每次位一個燈 四個燈顏色會 照著走 這個秀是直行的意思 點到另一邊 這邊直行是 又重來一遍 那這邊呢 循跡感應喔 如果左邊等於0 而且右邊等於0的時候 就前進 左邊等於0 右邊等於0 我們再看一下吧 就是在這裡 兩個都在黑線上 繼續前進 再來 如果左邊等於1 右邊等於0的時候就右轉 老師這邊怎麼給我一個呼叫右轉 來 接下來左邊等於0 右邊等於1就左轉 兩邊都等於1 表示什麼 出去了就後退 老師怎麼有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在電腦世界裡面其實還算重要 他叫做韓式 他叫做韓式 我們剛剛不是前進嗎 那韓式在哪裡 縮小一點 我們是寫在這裡啦 來寫在這裡 你看一下前進就懂了 這你懂吧 左邊往前 右邊往前 那我把他寫在這裡有個好處啦 下次呢 我需要這兩個積木 我只要去叫他什麼 去呼叫前進就可以了 這樣就是模組化的概念 在電腦世界裡面叫做韓式 OK嗎 這件這樣我講你就懂了 韓式我們也做一次啦 來 韓式要先怎樣 先建一個韓式 譬如說我再建一個什麼 Forward好了 名稱可以自己打 FOR WARD 前進 名稱自己打 那這裡面呢 完成 那這個韓式裡面呢 要做什麼 定義韓式 我讓什麼 車子前進 其實只要現在 新版只要一個馬達 我這舊版的程式 所以兩個馬達左右就這樣 左邊右邊 前進各一版 這韓式這樣 定義出來喔 所以有一個韓式 下次怎麼使用呢 就是呼叫這個就搞定了 這樣就好 喔這樣可以讓程式比較簡潔一點 閱讀起來比較輕鬆一點 所以我可以把 一段記錄把定義程叫做前進 所以下次要使用這個就好 喔所以這個就很漂亮 待會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等一下請各位 把這個程式直接複製下來 等一下我們有待在巡機 所以這個檔案呢 你去下載的時候 就下載這個喔 103 巡線感應路線跟LEDN 請各位把它複製 複製到車上去 我們來看效果 最初 我們來看的 這邊是個